古代历史中 人往高处走的我们 听闻的并不少 比如蒙古名将穆华黎 和大汉将军魏清 他们都是从奴隶 摇身变为将军的 再如窦衣房等 都是从宫女升级皇后的 但历史上只有北溪五成帝 高占的皇后胡氏 是从皇后贬为娼妓的 据说 胡皇后还在娘胎里 就有僧人对她父母说 她家房子有祥瑞 要出贵人 果不其然 胡皇后后来被选为 十人场广王高占的王妃 后卫高占玉有二字 高伟 高隐 待高占即位后 她也就成了正房皇后 但也是这一身份的转变 让她的人生 发生了一大转折 话说高占登基后 迷恋上了自己的大嫂离祖鹅 霸王硬上宫不说 甚至强行将她从哥哥手里 夺位己有 自此也置胡皇后于不顾 人有七情六欲 胡皇后受高占冷落太久 不甘寂寞 也借于五成帝的宠臣和时开 学习说的机会 私混在一起 高占却也不理会 并表示他们俩 各过各的互不打扰 和时开则借于胡皇后 私通全寝朝野 被封为淮阳王 成了北齐王朝的大红人 而高占因为私生活的淫乱 在魏景三年就驾崩了 因此胡太后 与和时开的关系 更是毫不避讳地 展现在众人面前 他的儿子高伟继位 但因为他生性懦弱 不敢对其母后的所作所为 有任何的举动 可是他的弟弟高掩 性格与他正好对立 他早已不满母后的作为 与和时开的专权 便率兵杀死了和时开 用兵三千余都城邱门外 胡太后 对于儿子高掩的作为 又气又无奈 毕竟连皇帝都无可奈何 皇上也意识到了 高掩对自己的威胁 随即谋害了他 对于丈夫和儿子的死去 胡太后毫无悲悯之情 只是在和时开死后 胡太后更是寂寞难耐 只能借拜佛为名 出去勾搭 功夫不负有心人 果然给他勾搭到一个 名为坛县的和尚 常与他私会 他更是将国库的金银财宝 全搬进寺院 甚至将高栈生前的龙床 也搬进 与众僧共享淫恶生活 这些事情宫里人尽皆知 只有高伟一人蒙在鼓里 不过只是包不住火的 一次高伟同母后请安时 看到母后的床榻 有两位新召来的女尼姑 生得眉清目秀 不经垂涎 离开母后请宫后 他偷偷召两位尼姑进宫 可是两个尼姑是死不从 他一怒之下扒开他们衣服 结果发现两个尼姑 是男扮女装的青年僧侣 他顿时明白了母后的会行 只是怕他知道 才让两位僧侣半装入宫 一日 高伟及下令 斩首两位小和尚和谈县 并将胡太后 幽闭于北宫 他直至北齐灭亡 才结束幽闭生活 那时他已四十岁了 风韵有存 与他的儿媳 其高伟的正房皇后穆皇花 一同前往北州首都长安的闹市区 公开卖淫 谁不愿意和皇后同床 于是胡太后 和穆皇后两位昔日皇后的生意火爆 两人也乐此不疲 胡太后甚至对穆皇后说 为后不如为娼 乐趣无穷 直至多年后 一个严商看上了穆皇花 将幕后及他们婆媳赚的钱 一并带走 失去了年轻的儿媳穆皇花 胡太后 孤身一人也是度日如年 后大约于隋开皇年间 并死于长安 结束了自己充满非议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